糖尿病,成年人失明主因,世界卫生组织WHO研究显示,糖尿病患失明的机会比没有糖尿病的人高25倍。 糖尿病患者护眼运动,要靠饮食控制,运动,药物治疗及监测饭后血糖同时并行,否则视力会反复出问题,一般人保持良好饮食,运动习惯,远离糖尿病,才能拥保眼睛健康,个人化护眼运动,必须即刻展开,当医生告诉你得到糖尿病时,许多人只懊恼饮食将大大受限, 多数人可能没想过早在确诊前,体内过多的糖就已经开始伤眼,伤身,久而久之可能让眼睛发生病变,甚至失明,美国流行病学统计也发现,不论血糖控制是否得宜,60到70%的第二型糖尿病人会发生视网膜病变,成为20到65岁人口失明的最主要原因, 而今天胰岛素缺乏的第一型糖尿病人则在15到20年后已会出现视网膜病变,其中20到30%会失明,统计发现,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盛行率达26.5%,等于每4名糖尿病人就有1人, 你以为是在糖尿病确诊后,眼睛才开始慢慢被破坏吗? 错,早在确认前10年,高升糖的饮食形态,造成血糖高低起伏,就参参伤害眼睛内的组织和微细血管。 确诊后,不要控制只是将病变发生时间年后,眼睛内三种细胞易受损。 眼科医生解释,即使血糖正常,胰岛素还能正常作用,但因为高糖尿时让血糖依旧源源不绝地进入细胞内, 让细胞处于高血糖状态,过多的糖在细胞内的代谢过程,以及细胞外的糖化作用,都会产生有害物质,伤害眼睛,细胞内的伤害。 如果近视度数突然增加,或白内脏突然恶化,视力变差,有可能是血糖出问题。 在葡萄糖代谢过程中,会产生自由基,伤害细胞,也会产生一种高浓度的物质,粘黎糖醇。 粘黎糖醇进入水晶体后累积在其中,水晶体就会变混浊,导致白内脏或让原本的白内脏恶化。 细胞外的伤害,糖化作用同导致黄斑部水肿,甚至是网膜出血玻璃。 身体里过多的糖会黏上蛋白质,经过生化反应,产生最终糖化蛋白。 A、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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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糖化蛋白与胶原蛋白结合,沉浸在血管壁或细胞膜,使血管壁细胞膜失去弹性,并产生溶解酵素,破坏血管壁。 眼睛内有三种细胞最容易受到最终糖化蛋白的伤害。 1、血管周边细胞,血管壁会失去弹性。 2. 血管内皮细胞 内皮细胞受损会产生血栓或形成新生血管 3. 视网膜色素细胞 受损后也会形成新生血管及破坏感光细胞 同样脆弱的新生血管不满视网膜且容易出血 因此导致黄斑部水肿 视网膜出血甚至剥离 失明恐怖的是 一开始视网膜新生血管是没有征兆的 直到黄斑部水肿或某天突然视网膜出血 剥离才会发现视力减退或丧失 该警觉的是 一旦视网膜出血 视力恢复机会只剩三成 虽然目前有视网膜雷射手术 新生血管抑制药物等 可治疗视网膜病变 但并无法根绝 忽高忽低的血糖仍会持续伤害眼睛 水本素元仍应从控制血糖做起 可是超过六成糖尿病人的血糖控制不佳 调查结果显示 糖化血色素控制不佳 HBA1C大于7 特比例高达65.5% 除药物控制外 饮食运动其实是控制血糖 保护眼睛最厉害的法宝 糖尿病人多数有肥胖问题 医生表示 只要体重向低5-10% 就对血糖控制有帮助 炼出肌肉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在体重不变的前提下 只要运动就能够改善量 胰岛素阻抗性 胰岛素主要作用在肝脏 脂肪及肌肉组织细胞 因此 在运动过程中 肌肉组织和脂肪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就会增加 研究发现 短时间的肌肉收缩和低氧环境 如快走 骑脚车 登山等 就可以刺激肌肉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的形成 为了弥补血管阻塞产生的缺氧状态 视网膜会产生许多心生血管 并延伸到玻璃体 但心生血管容易破裂出血 造成非纹症等影响视力的问题 感谢观看